前段时间有一次公司中层领导开会 其他部门的领导都在抱怨 说现在的年轻员工不好管 不服从领导 没有纪律性 我说你凭什么希望他们像小绵羊一样服从你 你是让他们通过上班买房买车了 还是给他们的未来提供了什么保障 是从来不加班 还是每次都能按时发加班费 什么都没给 凭什么让人家那么听话 想听话的话 那你就多聘用35岁以上的员工啊 可是又嫌人家年龄大 体能差 接收新生事物的能力差 家庭琐事多 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肆无忌惮的996 好事不能都让你这样了吧 给不了人家想要的东西呢 就别指望人家能给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 我也说不上来这是儒家思想还是什么思想 那就是对于领导啊 要绝对的服从和尊重 不管领导的要求有多么的不合理 多么的不科学 但是放在现在人的眼里 这已经过时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我觉得呢 主要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得到的回报太少 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很多拿着铁饭碗的人经常会 也说不上是炫耀呢 还是感叹自己一眼就能忘到头的人生 可是对于其他的劳动者来讲 自己完全不确定未来 那才是真的很容易让人感到绝望 我有个比较远的亲戚 在郑州的一个郊县的开了一个工厂 看他也算是个老板 但是每天呢都是在员工面前低声下气 干什么事的都得求着员工 有一回我们在一起吃饭 他突然接了个电话 好像是有一点工作的事情要处理 他就赶紧给厂里的一个员工打电话 让他去处理这个事情 当时马上就下班了 其实事不大就是需要那个员工啊 给客户打一个电话 也就几分钟的事 他就要求员工加班几分钟 给客户打个电话 好像员工呢还是不是很情愿 他那个样子呢就跟孩子 求大人买东西似的 跟孙子差不多 完事以后呢我跟他说 你不会自己给客户打个电话吗 他说自己不懂英文 客户是外国人 完事以后呢还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太难管了 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这个亲戚呢 他给员工开的工资低得令人发指 全场平均工资三千五 那个懂英文的员工 每个月就给人开一千八 二零二二年啊 你给人开一千八 那可不就得求着人家干活吗 一千八能解决温饱就不错了 还能有多少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你指望他很乐观很听话 这不科学 如果你能给他超过自身价值的回报 能给他别的地方给不了的工资 他自然会很服从指挥 没了这份工作 人家依旧活得好好的 甚至活得更好 人家凭什么低声下气 忍气吞声的面对领导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一般在单位里想得到晋升和发展 也是难上加难 有些年轻人可能不会在乎眼前的利益 但总要有其他的收获才行吧 给不了相应的工资 能给对方提供培训 提供技能 那自然人家也愿意服从领导 可是现在的单位呢 讲究的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生产讲究模块化 流水线化 工人呢 很难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提高 每个人呢 只用管着自己眼前的工作 我看电视里很多工厂里的工人 是一天到晚不断的重复相同的工作 比如给衣服打包 像这种工作 你干多久 自身也不会有什么提高的 不但现在收入低 以后也很难增长 现在的企业呢 尤其是生产型企业 更看重的是机器设备 技术工种会越来越少 技术难度会越来越小 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都是机器在做 人能参与的工作 除了极个别的研发岗位之外 大部分都是斑斑扛扛之类的 谁都能干的体力活 这种活干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提高 技能得不到提升 工资给的又不高 人家凭什么那么温顺呢 有人会说 如果不听指挥 那就不怕被公司开除了吗 问题是你就是听指挥 你也不能保证不被公司开除 退一步讲 开除就开除呗 又不是什么好工作 换一家也一样 实在不行还可以送外卖 开专车送快递 挣的还可能更多呢 真的很讨厌有些人说什么 你想毁掉一个人就让他去送快递 送外卖 这完全就是毒鸡汤 送快递送外卖 确实很难有什么自身的提高 可是干别的工作就能提高了吗 送快递送外卖 凭体力挣饭吃 不丢人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欲望 越来越低 压根不想晋升 不想消费 就想平平淡淡混日子 回家玩玩手机 打打游戏 无欲无求 甚至连结婚都不想 有一句老话叫做 无欲则刚 没有欲望就没有弱点 没有更高的要求 只需要一日三餐 现在这个年头 随便干点什么都能挣一碗饱饭 另外现在的法律呢 也是越来越完善 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说 很多法律对于劳动者的保护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现在早就已经过了 什么都是领导说了算的那个年代了 违反劳动合同 违反劳动法的事情 领导并没有强迫下属的能力 不是你想要求加班就加班的 有法律和劳动合同在 大不了最后打官司 有人说那即使赢了官司 不也在单位干不下去了吗 这不又绕回前面说的了 工资又低又没有前途的工作 哪找不着 还怕丢工作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 没有不听话的员工 只有不值得员工听话的工作 如果你能给他提供好工作 他肯定听话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 再见